大公報 中日關係矛盾與合作並傳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4專家之見 大公報信 據國際在線報導 中日間的互動成為本州中國外交關鍵詞 高層方面 由兩國高官共同主持的首次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在京舉行 而民間層面 五十四名日本侵華戰爭圍攻來華 漢望和拜祭中國養父母 與中國有人共聚有義 但與此同時 日本國會眾議院強行通過旨在解禁集體自維權的新安保法 擔有為中日關係前路再添不確定性 專家分析 中日關係發展營具趨弱性 未來或將呈現矛盾鬥爭與交流合作並傳的狀態 事實上 至去年十一月雙方就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達成四點 原則共識後 兩國關係邁出改善步伐 兩國元首在多邊場合兩次會面 中日韓外長會時隔三年再次啟動 暫停四年的中日高層安全對話隨之重啟 民間 地方 經濟 政黨等領域的交流合作續戰恢復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雄說 八月份可能出台的康培戰後七十年談話 以及中國以九月三日為中心的 隆重紀念抗戰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大型紀念活動 都會牽動兩國的敏感神經 那麼在這個重要 敏感的時刻 兩國高級領導人進行直接的對話交流 應該說是非常必要的 對於中日關係未來發展的前景 高雄副所長判斷 低敏感度的領域 在一身能產生正能量的經濟 環保 科技 人員交流方面的積極推進兩國關係發展 但同時對抗因素和複雜的矛盾也依然存在 所以接下來的兩國關係可能會出現一種所謂的新常態 也就事說矛盾鬥爭和交流合作同時並存 我們為了對話交流合作同時並存在 我們為了對話交流合作同時並存在 將會推進兩國相關的人 我們為了對話交流合作同時並存在 現在我們為了對話交流合作同時並存在